弟子的先生一直认为弟子做的功德不够 舍不得不识 先生他从结婚至经二十年 每个月的薪水用在放生印金 也不知数目有多少 他常说 师父你四十五岁那一年得一场大病 把全部急需也都不识出去了 病了一个月就好了 他说就是师父敢做 而弟子不敢做 弟子目前一家生活全在弟子身上 上有公婆下有子女三名 现在又见中年了 难道不该有一点急需吗 家里面开夏庞大 现在次女生病 此弟子不能上班 而先生的见解是多行不识 不顾一家的生活 佛陀不是说过吗 身为佛弟子 平常都有固定的不识薪水十分之一 不能因一个人生病 把急需全部拿去做功德 其余要喝西半风了 这个不识是随缘随分 一定要常有不识的心 遇到众生真正有苦难的时候 修不识波罗密的人 往往把自己的生命忘记了 全心全力帮助别人 那么我们想 自己会不会遇到困难呢 也许会遇到 但是 这对不会说是 这路 这个不可能 为什么呢 不识 这个财不识 是修财富之音 只有越识越多 不会不识到最后 自己没有饭吃了 不可能的 果然不识经的 会有人送饭给你吃 那没有人送呢 没有人送 佛菩萨会送饭给你吃 佛菩萨会变化了 变个人天天送东西给你吃 所以 我们细细去思维 多去想一想 佛的话是正确的 像你这种情形 我劝你 先可以把佛经放下一下 暂时放一段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 全心全力 就夺了凡思讯 你能够把 了凡思讯里面的道理 真正明白了 你就晓得 自己应该怎么做 转变你的命运 开拓你光明的前途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